一个季的学习资料如何秒传到手机 方法稍微有点麻烦 但是花五分钟就可以一劳永逸 相信你一定愿意花点时间设置一下 来分享自己宝贵的学习时间 第一步 在电脑上新建一个文件夹 右键打开属性 点击共享 点击高级共享 在共享此文件夹中打高 点击全线 选择Everyone 全部选允许 连续点两个确定 回到这个界面 点击共享 输入Everyone并添加 点击Everyone的全线级别 点击读取和写入 点击共享和完成 到这里 设置共享文件夹就已经做好了 但是接下来的一步很重要 点击开始菜单 输入运行 输入CMD 点击确定 在黑色的命令型窗口 输入IPCONFIG 点击回车 就可以看到你的IPv4地址了 把这个地址抄下来 等一下要用 打开iPhone中的文件APP 点击右上角 选择连接服务器 地址栏输入这个命令 SMB冒号两个斜杠 加上你刚抄下来的IPv4地址 连接身份选择注册用户 名称和密码 就是你电脑的开机名字和密码 点击下一步 就可以看到你刚在电脑上 创建的共享文件夹了 接下来就可以把电脑上的学习资料 粘贴到这个文件夹 然后手机里打开就好 一劳永逸 好了 我是魔鬼 关注我晚点不一样的